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进行对称线的练习 这个就是一个打开的SM界面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机械样板 输入命令OP 看一下 现在它是ISO标准的 假如说我们要把它换成GB的国标的 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 点击这里新建 我们选择机械样板 这里AM-GB 然后打开 现在这样板就已经变成GB模式的了 我们再看一下 AM标准 这里标准这里已经是GB的 确定 我们将这个文件存在案例的02下面 Ctrl加S 然后我们选择路径 这里文件名我们输入微型座 点击保存 我们现在来进行绘制这个微型座 首先我们来执行对称线命令 对称线命令在常用的绘制下面 这里有个支线 点击这个下拉菜单 这里有个对称线 点击 然后我们点击 点击这个对称线的起点 我们打开正交模式 向下 我们输入长度为20的对称线 然后我们在这里 在下方点击这个对称线的起点 这个对称图形的起点 这里我们在这个对象步骤里面 点击右键 进入这个设置选项里面 选择这个最近点 确定在这附近 点击这起点 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正交 向左方 拖动鼠标 输入长度16 现在这个右边 它自动就对称到一条直线 我们再将鼠标拖向上方 输入长度5毫米 再向右方 输入长度6毫米 再向正上方 输入长度11个毫米 再向右方 输入4个毫米 这个时候我们来绘制这条斜线 输入安德拉 长度为6.7的 6.7 输入角度 小小一符号 然后再输入角度为60 输得63度 这里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到这个点 我们输入那个垂直 垂直扑着点 P1 到这附近 现在这个对称的微型座 就已经绘制好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 6.7的 63度 4个毫米 11个毫米 6个毫米 5个毫米 16个毫米 现在这个微型座已经绘制好了 我们按Ctrl加S 进行保存 5个毫米 10П 5个毫米 10裳 ig